公公你要去哪裡 去哪一點 畫面中的白衣老翁帶著簡單行李 神經緊張 一個人走在馬路上 巡弱員警立即上前關心 你住哪裡 住板橋 你現在是要走去哪裡 走走到鳳林 你要走到鳳林 鳳林不是那個方向呢 老翁直直吳吳說他要去鳳林找家人 只是身上的錢都用完了 只好返回板橋 員警聽見老翁的回覆時亂了一下 因為老翁出現的地點是在花蓮台九縣 159公里處 距離板橋超過100公里 你現在要去哪裡 要回板橋 你有錢嗎 自己有人在花蓮車站等我 員警不放心 直接請老翁上車要送他到火車站 這時卻意外看到老翁的衣服背面 留有一串電話號碼 旁邊寫著我迷路了 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等我寫我迷路 我心不會迷路 好啦 你等我一下 員警趕緊拨打衣服上的電話 並將老翁先帶回警局安置 老翁意義明顯模糊 立即報道老翁內衣背後 所留的電話號碼 安全交還家屬領回 根據警方調查 這名78歲的正姓老翁 其實住在花蓮吉安鄉 當天出門時迷了路 而且在警方發現他之前 他就已經徒步走了17公里 好在巡邏員近上前關心 並發現老翁身上的特製衣服 才讓迷路的老翁平安回家 記者劉幾招 彭新美 花蓮報導